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拳户98C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来自平台5A高手的大乱斗 参当玩家分别是杨神,重庆小雅,霸神率,优皮和灯神 开场,重庆小雅就是杀风了 玩爽了,下周就乱舞之后空中闪光水晶,Raw必须要接 只要能连到对手,这个气会不断的涌上来 杨神,这一点血还晕了 晕掉以后压电,那继续闪现两次集气集气之后空中跳台电 凤凰之间一个反高 哎,不,不接乱舞后 杨神这点血表示真的扛不住了,切夹射,被虐得太惨了吧 一套带走神一样的角色,被雅典娜给来了个满血带走 杨神下一局要注意了,第二个回合 我们来看杨神的克里斯 重庆小雅现在稳定性一直是非常高了 凤凰之间反身为右蓝 哇塞地取消,他能不能取代张一熙,成为国父最强雅典娜 现在雅典娜一个吸没吸住 好,刚塞地发波 跳塞地接一个凤凰之间又反够 哇,节奏是越玩越好啊 克里斯跳塞地送出来之后,克里斯也抓到一个机会 防守没有防好 连续滑出圣龙角,连续滑出给个推 圣龙角 中拳后抓,再把他拉过来,拉过来 克里斯继续给他一个推,推,推 现在小雅生一滴血了 克里斯我们再迎上去 小雅又一个吸 吸住以后,这下杨神应该要没了吧 哇 这个雅典娜,确实最近练得非常稳 杨神血量不多 雅典娜升到空中闪光水晶 不然杨神就没有血了 来看杨神下一个角色 也是杨神最后一个角色了 巴神,第三个回合 我们来看巴神 这里有一颗机在身 其实杨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子的状态 毕竟被雅典娜消耗的太多了 所以雅典娜起身之后发个波 哎,杨神的巴神呢 巴神如何通过防线 雅典娜又开始吸了 CD反勾,巴神直接抢反 杨范之后雅典娜还是特别浪 但是浪也浪不了,他穿三了 他很有可能被反三 看小雅的布置火舞 小雅他的特色角色啊 其实是神了千贺 看神了千贺手底怎么样 哎,巴神跑抓卸锋 拉个天堂尖,进来 落地继续反馈 可 反馈之后巴神继续小天巴口怎么好 冲出去了 好当手 下关攻击 好,再找下一个机会 刚好飞进巴神的连招之中 巴神可 飞花三十八指上 嗯,杨范 落地地不让强抓卸锋 落地重抓飞花 前远金直接按倒 安迪了 叫安迪了 那么来看小雅最后一个角色 第五个回合 冲击小雅的上了千贺 上了千贺先拉后 直接注射飞身 然后就是暴气 暴气之后再次注射 欧拉 注射起烧 打牙之 没有压住 神的千贺继续一个 封印 不断的左右反传 传过去啦 传过去 巴神要中招 神的千贺开封印 再封印 巴神剩一滴血 一滴血也保不住了 我感觉 这样打下去 哦 刚好抓了阳神一发暴气啊 不得不说 神的千贺这一局发挥是真的好 那么小雅下去 巴神域上场 三神聚齐了 这一把 大门偷上幅没有中 七甲车下清手 征集拳也没有中 下清给点到了 征集拳做取消 这波阳神要报仇 阳神把刚才的气 全部撒在巴神域身上 对大门进行一阵狂怼 看来是要一套死了 复合炮拳 气非常多 颤脚爆摔 然后抓一发大招 一套十个 巴神域不知火舞要出马 巴神域太惨了 这是撞到了枪口上 来看巴神域下一个 不知火舞 第二个回合 现在不知火舞 好 然后说服都没有能量 不知火舞 开场就要扇一扇 他又被下气 就要点到了 哇 阳神要爆发 板边 呀 呦 呦 切一下模式 又可以开大 完了 巴神域不知火舞 也要被一套带走了 看这个情况 空中一脚塞地 全听拳接爆船 爆船就抓大招 抓逃 巴神域不知火舞 确实保不住了 哦 又是一套十个 巴神域只剩下一个巴神了 巴神我怎么感觉 岌岌可畏啊 遥遥于坠 第三个回合巴神 暴走巴神 现在爆的巴神拉给后 还寻找机会 下青雷点杀 跳飞压住 下青手 巴神生龙交出来 枪反 这么早枪反就交了 哎 但是七甲舌也出了 一个大破绽 抓到两段 魁花千语一 带路八只女上 后面阳神 省下半血 巴神不至于 把他一套赖走 阳神以后 一会儿还有机会 和 八只女 哇 这样一接上去了 像小条百合者 并没有强制破防 哎 七甲舌啊 就是来克制八四百合者 让他跳不过来 愉悦不过去 机会 呀 呦 炮拳来了 央神 穿三巴神域 接着看 UP上涨 确实 央神把气 全部杀在 巴神域身上了 巴神域有够惨的 来看巴神域的大门 好 大门出场 对抗UP的克里斯 克里斯这一局 也是咄咄逼人的一个玩法 小条片招 大门头上 直接撞了一手 天地反 后面 进身超大外格 进身来个里头 大门再次下进脚进身 天地反 漂亮 下地 头上 肯甘酸 进身大门再来一个超大外格 对手跑出去了 跳地打腻 下进脚两点七手 残脚接上 圣龙腿 中拳后抓拉过来 拉过来 准轻手划场 给一手必杀 给他一个腿 腿 腿 叫了克里斯 肯定是CD 哎呀CD 大门还真重了 我以为大门 想使用根反 其实刚才使用个根反 我觉得可以架过来 可惜啊 巴神域并没有使用根反的习惯 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打比赛基本是不用架招的 来看巴神域的布置火舞 哦 巴神域又中招了 克里斯拉过来 就是一阵狂推 圣龙脚连续划处 圣龙脚 中拳后抓拉过来 中拳金手划场 再给一手必杀 给他一个腿 腿腿 升到空中 一发必杀 略杀掉 哇 巴神域剩一个 抱着巴神了 难道说巴神又要被穿散 巴神域被玩嗨了呀 被对手玩嗨了 来看抱着巴神的 抱着巴神进行一个闪身 好 硬则百合车 则不到 再百合车 百合车之后 没有连 哇 想正跳贼再来一下 没想到 UP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哦 巴神交出强反 然后再折百合车 还是没打到 跳贼地 葵花三世 中了 哦 哦 神龙 哎呦 没接神龙 而选择了 青角点解风 天堂之间 拉葵花 葵花接手 巴神的手 应该可以带走了吧 很危险 很危险 巴神这局打的 而且很累 来看UP下一个布置火舞 第四个回合 出场 布置火舞 拉个后 影跳 好 暴击 暴击 就说巴神不断的利用后后百合车 进行一个闪现反波 下方正经兵七手 葵花直接清雨 然后再次一个跳贼 哎 不料被删了一删子 哦 压住其身就巴神再强反 生龙夜空 那不之后再进行一个白鹿之舞 巴神还是没了 哇 灯神上场了 巴神也不会连败三场吧 来看灯神的 灯神EX模式走起 哎呦 好像超大外哥抓不住的 还没有抓住 灯神这个哈维迪啊 就是这样 前期后的一个套路 跳飞两段 哎呀 再套路 大门被搞得不敢乱抓超大外哥了 你不抓也没有用 还是被破防了 看来巴神也真的是要三连败了 落地炮拳 来一炮 灯神也是越大越爽了 来看巴神又像一个布置火舞 出马 灯神集气 今晚期中 巴对一个潜潜攻击 下先手压制 潜潜攻击破防了 来吧兄弟 ACO 一阵狂飞 再来一发 第三发 第四发 第四发以后双方枭杀 起身 不准后就掏下C 那么哈维迪现在也搞满了一管气 搞满一管气就找机会应对 要对 中招了 远地闪神闪过 或者我还来 再来 哈维迪再防处 你来我就防 然后发动机器 机器之后 不知道后就用发波这个方式 来牵挤住哈维迪 那么双方再次将杀 满气了 满气之后 刚才里接炮拳 再来一炮 哇 哈维迪又迅速想接满下一管气 八神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今天 灯神 要不要再给他一炮 灯神会不会裸方大招 给他一炮 刚才地炮拳 哇 八神也彻底绝望了 来看八神也最后一个八神吧 今天八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抱着八神的 调皮想一下弓 动转到一个鬼花 闪身抓卸锋 拉一个鬼花三世 被他八之女 距离太远 可以点卸锋 拉个天堂之眼炸 翻手一葵 要不要接八之女 不接八之女 不接八之女 如果被灯神给搞一拳 可就危险了 真的被搞了一拳 哇 灯神还有一滴血 大招接入 这也行 不是吧 又来 哇 八神就心态彻底炸了 那比赛今天也结束了 八神也是最惨的一个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